太陰天童這個雙星的組合 太陰天童會在 子跟五的這個位置 太陰為主 然後天童為父 在這邊通常人家會叫到 就月升昌海格 月亮從海中浮上來這樣子 清晰的明月這樣 然後呢 他的對公也是空公 所以呢 他也有可能有另外一組 是太陰天童是在五的這個位置 在五的這個位置 在古書就把他講的一文不知 這樣子 尤其是女生講的非常不堪 為什麼呢 因為太陰在這邊是望位 一個皎洁的明月 非常的光潔明亮 然後充滿了母性的光輝 所以他叫那個月升昌海 然後到對面的時候 太陰就不見了 太陰就不見了 那太陰不見了之後 月亮不見了之後 剩下這個天童 那個古人就說 他是一個非常淫亂 有看我部落格就知道了 這邊是我們講說他是那個 最佳小三 對面是最強小三 差別在什麼地方 差別在於最佳小三 不吵不鬧 然後不要錢 乖乖地守候你身邊 只希望得到你最後的真愛 這個格局在男生的身上 我們為什麼叫做月升昌海 在男生身上叫做清官 好好當他的官 但是他卻沒有追求他的名位 這樣是不是最佳小三對不對 那對到對面來 為什麼叫最強小三 就是他知道怎麼樣利用他的優勢 因為月亮已經不見了 然後他就會到處勾搭男人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最強小三 他一天有在同工的時候 還有一種講法 一個叫財星 一個叫福星 而且兩顆其實他都是屬水 也就是他都是桃花的星耀 所以基本上這類的人 長得不錯 女生 然後男生也斯文 然後聰明 同天等於是博學的星耀 胎英又會照顧人家 根本上算是不錯的一個祝賀 所以古人講的那一些 當然就是一種比較偏頗的說法 你想想看有個女生 聰明 有人緣 桃花好 然後對人又體貼 那在這邊 他會把自己當媽媽一樣 只想乖乖的只想守護那個男人 然後到對面 因為胎英落線了 所以說他會變成一個 我們剛剛講 萬位的胎英就充滿了光明的面 有光輝 那他會比較呈現在 女性母愛的那一面 那落線的胎英 他就會比較出現在女性 在情感上糾結 然後想不開 然後也許比較 你知道媽媽都會希望 東西都是自己擁有的 比較自私的那一面 所以到這邊的時候 他那個小三就會當得 希望男人可以比較疼他一點 那當然最後衍生出來的結果 就容易會變成是 在古代人的眼中是不好的狀況 所以他其實是這樣子的邏輯 但是說實在的 自私一點有什麼不對呢 對不對 他一個條件怎麼好的女人 總之啊 這個是太陰跟天童同工 基本的結構祝合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他如果放在十二宮的時候 會是什麼樣子 太陰天童啊 如果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如果放在十二宮 當然在萬位的時候 他就是那個月身滄海 他好的人緣 聰明 然後喜歡照顧人 而且不跟人 爭不跟人計較 因為天童心在旁邊 會抵抗一下太陰星那一種啊 我們講P陰星 太陽 太陽 天亮 都會有那種 P印的另外一個就是控制 所以他都會有那種潛在啊 希望擁有跟控制那樣的概念在 但是因為天童星的存在 所以他就會去消底了他 那樣子的控制欲望 反而會有點不計較這樣子 那當然到對面的時候 因為太陰的那個 照應的那個力量弱掉了 那會比較變成 另外一個層面的那種 鑽牛角尖 那天童呢 去幫助他的時候呢 也是幫助到 比較鑽牛角尖的這一段 那反而就會變成是一個 比較 韌性的小朋友 在命宮呢 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是在 如果是在遷移宮呢 這個很好玩喔 因為他對公是空公 所以你會發現啊 當我太陰天童在命宮的時候呢 我對公是空公 我要把這兩個太陰天童借過來 所以在命宮的人呢 如果他在弱線位 那他被借過去之後呢 太陰天童仿然變成萬位 也就是說 別人覺得他是一個 非常好會照顧人家 可是實際上他心裡面呢 會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跟很多自己糾結 放不開的一個情感 跟希望女人那種 女生希望那種被人家重視的狀況 那這也是為什麼 太陰星都不適合放在男 不適合放在男生身上的原因 因為 大家會覺得說 男生就是應該大氣一點 那應該 應該比較不會那麼計較 所以當他在做命宮 而對公是空公 借過來在遷移宮的時候呢 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如果說呢 他是命宮 他是命宮太陰天童在這裡 而是空公借過來的時候呢 他反而會變成是 你看起來好像他是一個 膠低低不好照顧人 可是他其實內心會什麼事情 他其實個性上會什麼事情 都不太跟你計較 那同樣的呢 如果說啊 當他是在遷移宮的時候呢 他就是外在表現得很好 可是 內心呢 可能跟外在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 當這種日月星啊 太陽也是這樣 這種日月星呢 在碰到對公空公的時候啊 然後 因為借星過去跟借過來 這種問題 然後再加上 空公呢 碰到 倉曲跟碰到 事剎不能借 就會產生那一種 比較複雜的情況 譬如說他因為文唱文曲 因為心思的問題 所以表現得跟你以前不一樣 跟你想像的太陽天童不一樣 那或者是因為煞星的關係 因為這邊會有流年的煞星進去嘛 所以他本來看起來都與人為善 就今年煞星進去之後呢 他突然要跟你搶老公 好 那這個是需要注意的事情 再來呢 再來 如果說啊 太陽天童啊 在 夫妻宮 這麼一個代表情感的心耀 諸核在夫妻宮 那我們就需要去注意到說 如果說他是 萬味的太陽天童 當他在情感上 就會比較是 願意照顧人家 然後浪漫 然後在情感上呢 比較不計較 可是他如果是 弱線位的太陽天童的話 那就要注意說 感情上面啊 比較容易呢 會有 本軟的感情 因為他會希望 擁有很多人的關係 跟照顧 那 當然就容易去 接受很多人的關係跟照顧 那這個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再來 如果他是在 財博宮 這組在財博宮相當的不錯 因為啊 太陽天童呢 一個有福氣 然後一個有錢 所以他算是啊 在在理財賺錢 跟財運上面呢 當然他有可能 因為有殺技的關係 如果在沒有殺技的情況之下 他都可以算是 懂得享受 然後呢 財運不錯 這一類的人啊 也通常都是那種 譬如說 他到餐廳去吃飯 本來沒有生意 然後他進去之後 一開始客人就進來了 當命公也會 因為命公管十二公嘛 所以這一類的人呢 其實很適合 很適合去開個小店 開個小店 然後做異性的生意 因為他都是桃花星 或者去做一些 跟女生有關的服飾品 或是甜點 這樣子的店也都很適合他 如果在關入宮呢 關入宮他當然代表了工作情況 工作情況 還有學業的情況 如果在關入宮的話呢 他一樣適合開這樣的店喔 再來呢 通常呢書念的不會太差 那但是不是 會考到好的成績 就要看他 那個碳英天童有沒有辦法畫科 因為他也是一種 佛系念書法 可是就會念得還不錯 那如果說呢 是在福德宮呢 因為空宮的關係 所以如果他在福德宮的話 當然就表示說啊 他算是一個很有福分的人 那碳英天童呢 在福德宮的時候 因為福德宮也同時代表晚年的運勢 所以他算是晚年啊 日子可以過得不差的 那比較需要注意的是啊 如果碳英是落線的碳英 就是這個位置的碳英 他會有那種到了晚年 因為這種 你知道桃花星都是這樣子 他之所以為桃花 就是因為他很多的這種情感層面 那一個人到了晚年 還有諸多這種情感層面的話 有的時候啊 就會讓自己比較多 很多心煩的事情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晚年啊 大家就可以不要有那麼多的煩惱 那這個是落線的碳英天童 說在福德宮的時候要注意的事情 否則呢通常這個組合的人啊 到晚年都挺能夠好好過著跟享受人生的 在天災宮原則上就是會把家裡布置得很舒服 那要注意的是啊 不要把家裡啊布置得太陰暗 然後去住到那種啊 旁邊有太多水池啊 或是被樹蔭蓋住的地方 太陰天童呢 不管是太陰或是天童呢 都是喜歡啊 窩在家裡面 然後很舒服的 然後可以很享受自己的 那樣子的居家環境 可是這樣居家環境如果過頭了 就容易會變成陰暗 那陰暗在風格上是不太好的 再來子女工 子女工呢 不管男生或女生 女生代表我們對孩子的態度嘛 不管男生女生呢 基本上都是 很照顧小孩 很疼愛小孩的 當然如果在性生活上面呢 他就是比較需要躺在那邊享受的那一個人 各位朋友啊 如果說你希望你的男生是可以上了床 又強又猛又能夠衝撞的 他一天走在子女工可能就不太適合你啊 對啊 他就比較佛系一點 如果是在那個 蒲怡宮跟雄梨宮呢 都表示說啊 這個人呢 他對朋友算是照顧的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 那個女生啊 會出現 姊妹濤 然後搶了你的男人 這種的 你如果在蒲怡宮 你就要注意你的姊妹濤 會不會出現這種狀況 在命宮跟遷移宮的 就要注意一下 不要去搶自己的姊妹濤的男人 那如果在父母宮或嫉餓宮的話呢 父母宮或嫉餓宮 父母宮當然表示 你的爸爸是像太陽天堂這樣子 那在極餓宮呢 在極餓宮就要去注意啊 不管男的或女的 要去注意你可能會有 年紀大之後 比較容易會有腎臟啊 還有這方面的疾病 還有那個眼睛的問題 最重要是很容易會有湯尿餅 好以上啊 這個是太陽天堂 這個雙性的祝科 在十二宮一年 我可以去上回殊 我可以去看 可以去看 有一個很簡單的 請問你 請看